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啟發頭顧楊麒正 昨天的美股呈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壓回 壓回的幅度還滿大的 我們看一下稻窮的部分是下跌了799點 接近800點左右 科技股NASDAQ也中錯了283點 跟我們最息息相關的廢半指數 也大跌了5%下跌了63點 我們來看一下我之前跟大家聊過 國際盤的部分很重要的廢半指數 很重要的廢半指數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股現在開盤 開盤跌158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國際股市的部分 國際股市的部分 美股的三大指數的相對位置 美股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跟我們最息息相關的廢半 這一根長黑K棒 我們可以發覺微幅去跌破 這一條黃色的這個月線 微幅去跌破這條黃色的月線 我們可以發覺這條黃色的月線 它的位置在1215 昨天的收盤是1209 差了6點微幅去跌破月線 這個跟我們最息息相關的廢半指數 接下來廢半指數跌破了 又微幅跌破月線 我們來看一下科技股的NASDA指數 昨天的這一根黑K棒 也微幅去跌破這一條 黃色這一條月線 這條月線的位置叫做7232點 昨天NASDA是收在7158 NASDA跟我們的聯動也滿深的 但是就整體來看的話廢半這個波段 跟整個台股走得更雷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傳產股裡面的稻窮指數 我們看一下這個稻窮指數 這一根黑K棒同時貫穿了三條均線 這一條是月線 這一條是月線 這一條是200日線 它收盤也收在200日線下 這一條是季線 昨天只沾上一點點而已 昨天跌了800點 所以說稻窮也好 NASDA也好 廢半也好 三大指數已經同步 又去微幅跌破 跌破月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 這個南韓的部分 南韓的部分 同樣以外交回到 像南韓則稍微好一點 在月線附近做震盪 這個波段 10月底觸底反彈 展開一個平台整理 季線沒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台股的部分 台股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股 這是台股的部分 我們還所在月線之上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這個 最高點 9971 跟12月3號這邊 有一個小的缺口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缺口 高點 我們看一下高點 9957 到99 這一天的 這一天開盤 出現一個小的 往上的缺口 低點 9979 簡單的說 9971到9979 這邊又形成一個小的 導狀反轉 那今天的跳空缺口還滿大的 我們可以發覺 今天的跳空缺口 目前的高點是 9971 昨天的低點 10061 簡單的說 9971到10061 這邊又有一個大的缺口 那 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越大的趨勢 越不容易形成 那 目前來看 受制於月線的反壓 這條 季線的反壓 月線是走平 微幅向上 但是美股的三大指數 已經微幅跌破 這個月線的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的低點 目前看9902 那 等一下會來聊個股 那這個波段來講的話 領先先暫毀 季線三天的OTC指數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OTC指數 暫毀季線三天之後 昨天就小黑K棒 那今天 這個 整個 中黑K棒 中黑K棒 那 簡單來說 很多的這個個股 出現在每個產業裡面 有所謂的多頭架構 有所謂的跌升反彈 這個跌升反彈 當然就以瓶蓋族群為主 那昨天的 美股的尖牙股 也就是幾大的這個 尖牙股又出現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壓回 那有些個股是進行 報復性的反彈 但是既然 只是反彈 雖然他彈得很快 但是 還是要懂得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波段帶領去 報復性反彈的 這個我們昨天跟大家聊過 這個6488的環球金 我們今天的表現 這個歷史在OTC 昨天跟大家聊過 這個這邊又形成一個 倒狀向下 那今天市場開低 目前還好小跌 我們目前應該是小跌 目前跌2.7% 那這一檔個股 是這一個波段 帶領整個台股去 這個 展開一波反彈的個股 所以說他談到這邊的話 又形成 昨天跟大家聊過 它出現一個 這個指漲的訊號 那這邊的話 左邊一個缺口 右邊一個缺口 形成一個導狀向上 股票的操作 股票的操作 有區分成 這個漲勢 整理跟跌勢 大家都知道 操作股票要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那什麼是勢 大家都知道要順勢操作 但是 這個趨勢 勢就是趨勢 趨勢有三種 第一個 漲勢的時候 它會出現 強勢股會續強 那 強勢股 就是 相對比大盤強的 這個強勢股會續強 類股之間 會形成一個輪漲的這個現象 就像今年第一季第二季 大家有沒有發覺 第一季第二季 類股輪漲是由這個 被動人件這個族群 我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季了 我們來看一下 漲勢的時候 操作股票 大家都知道順勢操作 但你怎麼去研判 它到底是漲 還是盤 還是疊 今年的第一季 漲勢裡面 會有主流族群 那 會形成一個類股輪漲 國劇華新科 和聲堂 達方 齊立新一票 都做同樣的東西都在漲 那另外 漲完之後又輪圍到整個矽晶圓 在這邊輪 輪完之後 矽晶圓環球晶中美晶 輪完之後又輪到整個光學鏡頭 漲勢的時候 會出現 強勢股會續強 不斷的創新高 會很明顯 你在漲步排行榜裡面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主流族群的影子 為什麼 很多股票都做一樣的 動不動就創新高 動不動就漲停板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漲勢的股市現象 大家都知道要順勢操作 現在講重點 順勢操作的市 就是三種而已 漲勢整理碟市 逃不出這三種 股票不是漲勢就是整理 要嘛就是碟市 那整理盤裡面 會出現什麼樣的股市現象 看操作股票絕對是看現象 不是在那邊拆來拆去憑想像 也不是自己手邊有投資組合 就一直幻想 他這檔股票會漲 很多投資朋友患了這種 自我安慰的毛病 他手邊 譬如說他手邊持有被動人件 他每天就自我增加被動人件的力多 我自己在那邊催眠 被動人件很不錯 我自己在那邊幻想 股票操作要有邏輯性 要看現象不是憑想像 不是自己持有什麼持股 都一直幻想他很好 那整理盤裡面會出現 各股強弱差異性很大 也就是有些股票他會表現得很好 有些股票他會表現得很弱 但是如果整個股市現象 漲勢整理如果是處於這個跌勢的時候 縱使是強勢股也會開始走弱 那會有一批弱勢股會率先破底 所以大家都知道 要順勢操作 那到底什麼是4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趨勢 越大的趨勢越不容易形成 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輕易的轉換 我們可以發覺 這一個波段 什麼是越大的趨勢越不容易形成 這個波段10月後 顯示一個跌勢為什麼 就我們整個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10月4號就一個缺口 跳空往下 10月5號再一個 又一個跳空往下 所以從10月初這邊 兩個跳空缺口灌破 200日線灌破年線 就知道10月是一個跌勢 10月跌勢的話就要避開 那強勢股也會做一個轉落 那這邊的話又一個中繼裡面 又出現了一個150幾點的這個 大的缺口 再一根長AK半660點 所以10月份的操作 就整個順勢操作裡面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跌 那11月我們看一下這個11月份 10月底開始 這邊是不是出現一個 10月底是不是出現一個反彈缺口 所以11月份 現在已經進入12月份了 11月份很明顯 這個出現一個往上的反彈缺口 所以11月份就是盤整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 個股表現差異性非常的大 那就整個反彈架構裡面 有一些跌升的個股 是在進行所謂的跌升的 終極大反彈 但是彈高之後 你要懂得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就以這個矽晶圓裡面三檔 代表性的這個環球晶 它在這邊出現一個導動反轉的時候 這個就是學技術 技術派講證據 你看到這個證據 你就知道它要反彈了 因為這是一個 導狀反轉型態 這邊疑似一個孤島 它也真的展開了一個波段的大反彈 那這邊昨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根K棒 訪錘線 上影線這麼長 帶一個K棒 這邊跳空往上 這邊跳空往下 所以這邊又出現一個整理的訊號 那環球晶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檔 5483 5483它則沒有出現 它一樣是上影線帶K棒 在一個跳空缺口 但是它沒有形成一個導狀 那這邊也是一個導狀型態 這個波段的反彈 這邊有一個導狀型態 這個波段 整理訊號它一樣是上影線帶K棒 那今天直接開低 因為這邊有月季線交叉 往上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今天開很低之後 還是展開一個這個 展開一個弱勢的這個反彈 但是目前看起來在這邊 已經出現一個整理訊號 所以說看股 操作股票 既然是終極大反彈 它彈這樣子 事實上也蠻多的 直接彈了它接近一倍 我們再來看一下6488 短短的一個月 跌得夠深 這個跟打 這個這根皮球打下來一樣 它今年跌得很深 跌得夠深 跌得夠深 六百多塊 直接跌到兩百 640的一半是320 那320再跌一段 跌到200才開始 直接一個月就彈到 接近400塊 大家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398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波段 直接一個月的時間 出現一個導狀型態 學技術實戰派講證據 你看到導狀反轉 你就去確認它會反彈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訊號 我就不要亂做動作 不是自己在那邊拆低點 有些人很喜歡拆低點喔 沒有照著一套有完整的邏輯 再做一個操作 每天在那邊拆喔 有些人很喜歡拆拆樂喔 那相信拆拆樂的 每天在那邊喜歡抓高點 拆低點的 不曉得該怎麼順勢操作的 相信要在股市零錢 是不太容易的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即刻加入會員 全面五折 啟發頭顧楊老師 慶祝開播 即刻加入會員 全面五折 詳細請下 0223898689 23898689 啟發頭顧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頭顧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台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頭顧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頭顧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主夢專線 0223898689 啟發頭顧楊老師 慶祝開播 即刻加入會員 全面五折 啟發頭顧楊老師 慶祝開播 即刻加入會員 全面五折 詳細請下 0223898689 23898689 4223 1154 1154 1154 2154 1154 1154 2154 2154 1154 2154 2155 4155 3165 4165 4166 4165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昨天外資在整個現貨 是賣了37億 小賣37億 那剛才聊過整個順勢操作 那今天的整個頭版新聞 有大廠抽單 對整個台積電的這個產能 出現一個杜曉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受到這一則消息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這一檔是外資的風向球 它會影響到 看他就知道是外資到底 是呈現一個買賣超的這種狀況 外資的風向球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 整個均線的架構 然後它跟肺斑有沒有長得很像 在月線下面一點點 所以目前台積電沒有轉強之前 還是在這邊形成一個個股的 這個表現的這種狀況 那剛才聊到順勢操作 那怎麼去掌握趨勢 掌握均線方向 就是掌握趨勢 尤其是最重要均線的交叉 短天期的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短天期的這個趨勢很容易就轉彎 所以短天期的這個影響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那但是我們就整個這個短線操作來看 我們短天期的一樣把它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現在的五日線在哪邊 五日線代表五天大家的平均成本 幾個工操作的 如果在五日線上 表示大家都是賺錢的 我們來看一下五日線現在的位置 大概是9980左右 現在收盤是9936 表示它是在五日線下 那十日線的位置9871 十港的平均成本 十天的平均成本 如果它在十日線上 表示這十天參與操作的 在十日線上是賺錢的 那剛才聊過短天期的這個均線 影響力比較沒那麼大 十日線位置9871 目前是9937 這十港操作的強反彈的 小鑽 因為現在是在9936 可是就這五天來講是賠錢的 五日線已經被跌破了 9980 所以這個盤很黏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更重要的幾條均線 這一條很重要 這一條是生命線位立線 一條線的位立 這個就是這一條 黃色的這一條 剛才聊過三大指數為伏 去跌破月線 台股還守在月線之上 台股還守在月線之上 那現在的月線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 這個點位9844 9844 那月線因為扣底 這個區域 目前是形成一個 由整個下彎 又微幅上揚 現在又走平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條綠色這一條是季線 三個月 三個月大家的平均成本 三個月裡面你參與操作的 這一條是季線它仍然下彎的 因為現在扣底 這個我們技術班裡面 有跟大家教過 現在扣底在9月份的9月初 什麼是扣底 每天移動平均線 就是每天在移動 因為會把今天的收盤 加進去 所以你要減一天 三個月前的 9月4號 這一天減掉 這一天的位置在1萬1 那現在的位置 高前告 1萬1跟9千9 差了接近快 1千點左右 我接近快1千點左右 那所以1千你除以66 表示這一條是季線下彎 大家現在最近常常聽 這個季線下彎沒錯 這一條季線是這一季 也就是這三個月大家參與的 大家接近都是賠錢的 因為11月份有發生1千七百點的大跌 所以從11月份 11月份9月份 這三個月參與 一般的 如果說你的選股功力沒有 像我們這個團隊這麼強的 一般的這一季操作的 目前這一條是下彎 表示這三個月來參與的 平均的這個投資人是賠錢的 那為什麼跟大家聊過 一條線的威力 越大的趨勢越不容易形成 這個在我們技術班裡面 剛才有聊過了這個 三線很重要 三線很重要 就是月線 季線跟外資線 那重要均線的交叉 這個也適用於個股 這個在我們網路的技術班都有 那另外整個剛才跟大家聊過 導狀反轉型態很重要 會決定環球晶的導狀反轉型態 已經出現兩次了 有幾種比較重要的表態方式 也在我們的技術班裡面 也在我們的技術班裡面 那剛才聊過有些族群 是在走回升 有些族群會走回升的 多頭的會有一個比較 這個波段性的這個長勢 那有些是抱負性反彈 雖然它的彈的幅度很快 但是你手腳要更快 你在它還沒跌下來之前 你就要先跑掉 那有一些是跌很深之後的跌升反彈 平蓋族群就是跌升反彈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族群 它是一個走一個比較有波段性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我跟大家聊過大概快十天了 5G加網通 5G加網通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一檔智邦 今天大跌它有沒有跌 它是沒跌 102G 這個就是壓不扁的玫瑰 打不死的蟑螂 你在股票 你要選標馬股 有枚角 有枚角 在這種大鐵的盤 最好看出什麼樣的股票 最具潛力為什麼 如果在這種跌盤的話 跌這麼多它還不跌的話 表示有人在裡面 也表示它有潛在的利多 還沒有公佈 那除了這一檔網通股的智邦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兄弟檔 3596智翼 這個有沒有之前跟大家聊過 智翼是不是也是小跌0.1而已 那這一檔個股 之前跟大家聊過第三季 前三季已經轉移了去年的 這個去年的一整年 簡單的說 它幾乎這個波段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聊過了 這個叫做三線交叉向上 大盤是不是還在 月線這裡破破售 還在 季線還沒公克 這條綠色這一條 綠色的是季線 這條黃的 黃色這一條是月線 大盤是不是還在這裡破破售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五股網通 它怎麼走自己的路 這個就是要透過一套 嚴緊的旋骨方法 你才能在一個相對比較的這個概念下 學技術就是要學這個 這個學會了 就幫助你一輩子 為什麼 你只要沒有退出股市 它就幫助你去抓整個 每一次的領先標 那至於這一檔個股 它前三季是3.53元 3.53元 剛才的智邦 智邦前三季3.89元 那最主要剛才智邦的題材 在於100G的這個交換器 那智邦的部分 則是這個智慧音箱 物聯網跟整個5G的產品 那這一檔5G網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聊過很多次 月季線交叉向上 網路攝影產品已經打入了 亞馬遜的這個影像 影像串流的部分 股價領先過這個高點 這個剛才的智邦智邦 跟這一檔5G網 5G網就是5388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跟大盤也不太一樣 他季線在這邊 他有沒有 今天大盤下跌 今天大盤下跌他有沒有跌 他也是沒跌啊 為什麼 我們跟大家聊的一個 可以走波段的這個族群 他就是沒跌 他就是沒跌 那相信昨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一檔一樣也是5G的 相關的 這一檔的獲利更好 所以他的價位比較高 他的價位比較高 昨天 有來電的朋友都知道是哪一檔 衛星晶片IC設計股 這一檔也是 為什麼叫做色頻網 他是色頻IC設計 那目前看起來第三季的EPS 已經是今年的新高 今年的新高 也就是他的EPS 第三季已經到達了2.35元 一樣是5G網通的 剛才的智邦智翼跟中雷 都是5G網通 所以5G網通很明顯 這一個波段是搶與大盤的 那衛星產品的這個 全球的領先地位 全球的領先地位 月季線已經早在這邊就交叉了 剛才聊過 大半還有一個月季線在拍拍手 還沒有正式去站穩季線 就在這邊做震盪而已 那這檔個股 為什麼可以在幾天前 月季線就交叉向上 因為配合整個業績面 業績題材 搶攻整個5G市場 剛才跟大家聊過 如果說一個族群裡面 很多檔都很強 智邦也強 智翼也強 中雷也強 J檔社平網也強 就可以確認 它是比較具有這個漲勢連續性 漲勢連續性 你操作股票 就是要有一個選股的邏輯 不是每天有要在期待 很多人每天在那邊期待 自己逢低買進 自己認為是低 買了之後就期待他會上漲 每天都在那邊 那在拜拜 期待趕快上漲趕快上漲 不比 但是事與願違為什麼 他的方法不對 結果就不對 因為他逢低買進 買的都是弱勢股 每天買了就套勞 那這兩個股是領先股 領先突破這個高點的 崩盤前的高點都已經過了 昨天來找鄭哥的 就知道社評王是哪一黨 他也是整個隸屬於在5G網通的這個族群 那今天整個大盤下跌 有些股票可能大壓又持股套牢了 今天開放 今天開放 開放持股診斷 開放持股診斷 把最重要的前三黨 前三名來找鄭哥的 鄭哥本人會親自來做一個回電 那我們有一個社團是FB裡面 鄭哥創新高超盤法 那相信現在網路很發達 有些都在這個網路上取得資訊 那鄭哥創新高超盤法的團長 就在你前面 那有一個LINE生活圈 現在大家都LINE來LINE去的 有什麼樣的資訊 即時的資訊 小老鼠樣168 掃描這個QR Code 先掃進來 成為我們FB跟LINE生活圈的一員 那我們明天見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非切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運功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盘中急時為您解答 4月起每天早上9點開始 正式鎖定運功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启发头顾杨老师 庆祝开播 即刻加入会员 全面五折 启发头顾杨老师 庆祝开播 即刻加入会员 全面五折 长期几下 0223898689 23898689 启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启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启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启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0223898689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